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我们来继续收看的是赏金赛决赛的BO4 现在YG已经是大比分领先了 第一局平局后面两把都是YG胜 而且由于上一把是拿了一个42加4跑10比0 也就是说这边的RD他们要赢他们这赢的分数 他们后面两局得全赢 而且这个分数得很高才行 就算是两把射杀加起来也就10分 都不足以打平之前的12分的一个分差 这里是搬掉了4个男性角色 这边选出了4个女性角色 娘子军大战速散之魂 这局好看了 孔军墙一跤 前面祭司应该是足迹应该是有瞄到 这边在丢伞往前丢找祭司 一阵绿光找到 这边是咒术刚刚看错了 不好意思 咒术打速散是有说法的 咒术6速散的能力非常强 这里我感觉这把如果速散不带这个张狂 他天方上没有带张狂 要追这个咒术可能要出事情 这边咒术的一个走位 也是没有给到速散任何拉近身位的一个机会 这边在一个翻窗往里一走 往前一跑哎呦这边再丢伞 你确定你这里要丢吗 这个伞的一个位置 好像哎这边咒术是不敢动 不敢动的这边要吃一刀 但是手上已经有一个孤 可能可以交个孤 然后翻一个窗 这边要吃震慑 哎呦我的老天 因为这边是插了眼的 所以这边吃了一个震慑 哇那挂中间去了 哎没挂中间 没挂中间挂这个地方 空军的枪已经交了 速散是防守非常强的一个监管者 那么这边就看他的 他这把必须四杀才有机会能够把这个局往下打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到底能不能够把这波防守打下来 祭司这里是被发现了 插个眼作为一个预警 那边空军把电机点掉 中场电机点掉 好这边照到了空军 看清楚空军 但是还有一个条相式的位置 不清楚的 血线是已经过半了 那这里是空军就 电机还差两台 条是这边 两耳不温窗外 是一心只救 修机人 管自己修机 打一刀 丢个伞 哎这波防守 这里是祭司 拼命打洞过去想要救人 但是依然被拦住 这边可能还要再插个眼 两个人救吗 空军这边也是过去了 一刀打打完以后丢伞回去 但是这边好像能救下来 我觉得这一波其实歪哥有点冒进 他更多的还是应该 哎这边蓄力刀一刀好像能打中 没打中完了 那这边有孤 而且能再续一个孤出来 空军这边在拔眼 交个孤 断一手 哎这里 这个地方好像一刀还是能打中 哇这里 咒术师 操作师 没有秀起来 场面上的电机 应该是调香室那台差了不多 我们看到只差一点点 那么还差一台电机 这里是不是三连 好像中场是有一台被修掉了 所以说也不存在三连 这边歪哥应该是插眼封电机 然后找最后一台电机来进行防守 球者这边补血线 要争取打一个平局 最后一台电机在小房 这里再插个眼 这边一波吸魂加速过去 找到的是调香室 那边祭司把空军摸上 这一轮补血是给了球者很大的一个喘息的时机 能不能够保平就看这一波了 由于外面的三台电机 约等于是新机 外哥其实他能抓的一个时间是比较多的 但是他这边选择追这个调香室 相对来说难度高了一点 这边打一刀人家香水 这个香水不会给你任何机会的 你这白魂出刀偏慢 丢伞 这里要丢得非常精准 他这边是选择的 祭司应该打一个洞 这边是本身就一个洞 这个洞打掉 再插眼 风电机 慢慢打慢慢盘 这个局势还真不好说 因为速散在开门战的时候本身就很强 而且现在就在开门战之前已经挂飞一个人 我觉得三杀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三杀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这边怎么说 怎么说 怎么说 两边博弈 一刀过板刀 没打中 这刀换 称之为换翅刀 没打中 这边再一个洞 还有祭司的洞是真的多 这里已经提前叫好了 这速散可能会来找你 调和师赶紧拉开 中间先来找祭司 祭司 这边再交一个洞 两个洞来回穿梭 我觉得歪哥他不喜欢穿洞过去 他说这个对吧 我不喜欢穿洞 我这个身高比较高 这边谈 调和师是一个弹板加速 直接拉开 那这里应该是有机会能打一刀了 蓄力 一刀打 没下板子 沉降的祭司 走位 不给到任何机会 调和师那边在修 那么现在修的最多的就是调和师那台小拐角的电机 这边丢伞过去 想找一找人 这边吸魂拉过来 贴近空军 有机会能拉一刀 这边蓄力刀一刀应该是能打上 打上以后继续插个眼 还是要丢伞去找这个调和师 祭司这里在拔眼 我们看一下 调和师的电机已经修过半了 那无论如何 这把你怎么递也得把调和师那边的电机给管上 怎么说这里 这里好像还是不一定会准备 他这个丢伞都是洋装的 然后来找机会 这边一波吸魂 慢慢的贴近过去 好 调和师这边应该是有感应 感应到了 有心跳 但是两瓶香水 这两瓶香水真的是要了命了 还有一刀 这一刀居然躲过了 再补香水回去 香水很及时 但这边有机会一刀能打中的 哎呀没打中 再打过板刀打中了 好 调和师这台电机 由于是一个大遗产 那边两个人在修 其实他也不急 现在调和师半选了 那顺下那瓶香水 其实用处就不是特别大了 乖哥如果说能够找机会 哎 这里一个翻板加速走 再往前走 马上一个吸魂拉近距离 调和师这边有没有交互点 可以够他使用 有有有 有交互点 调和师就有机会 插个眼 一刀 哎被抽倒了 那么这边是一个人机双手 但是外面的电机修的 还是非常非常的快 这边不能管电机 不能管人 得管电机 再丢伞过去找人 一轮摇铃看见的是祭司的足迹 这把求生者应对的非常好 爆点爆的非常的详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和师 哎哇砸了块板子 那那应该是比较难了 比较难了 空军的电机已经马上能点亮 就算这个时候丢伞过去 应该是直接亮 这个时候应该是不会多想的 电机直接点亮 因为他们的一个比分 大分小分都是绝对的优势 求生者这边不需要考虑太多 保个平 这把保个平 然后队友再保个平 屠夫保个平 抽风这边打个平局就结束了 即使抽风这里 抽风只要下一把不被四跑 这把如果打个平局 抽风只要下把不被四跑 他们有多大的优势呢 10比0 也就是说打到 即使打到最后一局 这边阿蒂 需要打一个四杀加四跑 才能够扳平所有的小分 才能够加赛 这应该是不可能那件事情 所以说下一把就是抽风 只要留一个 基本上就是恭喜YG了 这边门有没有开掉 还没开掉 这门怎么还没开掉 这追了好久了 我在这边分析了这么久 怎么到现在门还没开掉 那再吸魂回去 大门这边 小门这边插了眼 回去找人 找到空军 可以把空军挂上 然后丢伞的一个CD 差不多好 这不会打一个 能起来吗 起不来 起不来 这里是挂哪里 挂中场 一刀斩的时间 还有蛮充沛的 还有大概四五十秒的样子 这边插个眼 那边炸点了 丢伞 照好像照到了 而且YG这边的选择就是 我不丢 我不飞过来 我选择把这个伞留一留 省得你去救人 你这边想救人是吧 好 被看见了 祭司 那这里如果位置丢的好 一轮过去一个铃铛 能不能摇到 好像还没有 这里调尸可能要去偷人 摇个铃 摇到了 摇到这边蓄力刀 应该就拿下 拿下之后 擦个眼 要不挂上吧 这只能挂上了 空军这里是过半的 两个人半血 局势不容乐观啊 我这边以为这个门已经能开掉 已经是个平局了 都在分析后面的局势 这现在还真的不好说 因为这两个人不太敢开门 外哥这边有耳铭 看见足迹了 看见足迹了 那这边可能会插个眼 找到这空军就上话飞 摇个铃吗 一刀 没打中 哇 这一刀没打中 这一刀没打中 真的是太 哎呦 还砸了个头 哇 哪个去啊 那应该是一个三杀局 哇 本来有机会四杀的 刚才这一刀太惊险了 跑了跑了跑了 这边空军有没有机会 跑个地窖什么的 叙利刀 一刀拿下 哎呦 最终是完成了一个三杀 那这三杀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就没想到门门开的比较慢 那我们不能再吃货币了 Oil 水 感谢观看